我们一切性能检查完之后 我们就准备我们的防热油部件 首先我们这个防热油部件有边朝的 我们朝上 然后来一张我们的麦来膜 然后平铺在上面 然后把这个防热油部件的上背 把这个外环慢慢的套上去 轻轻的要一定要换平 轻轻的往下压 这样子 这个防热油部件的表面必须很光滑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防热油部件 可以直接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仪器的带测孔里面 然后弯着 然后防热油部件 当然这个防热油部件 我们有污染的时候 我们怎么把它取出来呢 这是我们的多重的压键 然后把这个膜 有膜的地方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直接压下去 这个就把我们的膜弄出来了 然后可以直接再测 那在标的仪器的时候呢 我们之前还要准备好我们的标的样 标的样是我们杯子 这下面我们写好标签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 我就写 首先就写个一号 然后一个做这个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之后呢 我们再从这个样品里面 一号样品里面 我是写的一 然后从一号样品里面 用吸管 用吸管 还有一个吸管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是 把手的往上 这样子就不容易污染 这样抽出来 然后我们从里面 吸一个三点五毫升 然后直接放到这里面去 然后这个直接在干净桶里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膜 再用这个一张膜 我们这张膜也是这样子 平铺开 就是那个透明的那张膜 把这个垫的就放到旁边 然后这个环扣 我们把大的朝下 然后直接 我们这个油的样品就做好了 我们直接这样放在这里 直接这样放在这里